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2022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半导体产业也受到较大影响,再加上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也给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此外,2023年,半导体行业也仍将面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所带来的困难。 但是,艾斯莫尔执行长却仍非常有信心地预测,全球半导体市场在未来十年内仍将保持平均每年9%的增长。 预计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达到1兆至1.3兆美元。 艾斯莫尔执行长还以汽车市场举例,越来越多的汽车正在实现数位化,这将导致40奈米至5奈米晶片在汽车中的应用。 尽管汽车行业主要使用传统工艺节点制造的晶片,但预计未来也将转向使用更先进制成的晶片。 因此,客户必须相信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比艾斯莫尔机器的平均交货时间短。 市场对于艾斯莫尔产品的需求仍然高于其生产能力。 不久前,艾斯莫尔公布了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销售额和利润均超出市场预期,新的净预定额也创下了记录。 因此,为了提升艾斯莫尔的交付能力,近日,艾斯莫尔也宣布了其扩展计划,即在2025年至2026年将EUV曝光系统和DUV曝光系统的产能分别提升到90个和600个。 2027年至2028年将HiNA系统的产能提高到20个。 目前,EUV曝光机可以支援晶片制造商,将晶片制程推进到3奈米制程左右。 但是,如果要继续推进到2奈米制程甚至更小的尺寸,就需要更高数值孔径值的HiNA曝光机。 因为NA值越大,解析度越高。 相比目前的0.33数值孔径的EUV曝光机,HiNAEUV曝光机将数值孔径提升到0.55,可以进一步提升解析度,从0.33NAEUV的13nm解析度,提升到0.55NAEUV的低至8nm解析度,最终通过多重曝光,因此可支援2奈米机以下制程工艺晶片的制造。 目前,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头部的晶圆制造厂商,也正在大力投资更先进的3奈米、2奈米技术,以满足高效能运算、HPC等先进晶片需求。 而爱斯莫尔新一代的高数值孔径HiNAEUV曝光机,也就成为了争夺的关键。 英特尔早已宣布,其次认为相当于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Intel 20i米工艺,将在2024年量产,并透露其将率先获得业界第一台HiNAEUV曝光机。 根据英特尔披露的讯息显示,其还将于2024年量产更先进的Intel 18i米工艺。 艾斯莫尔总裁当时就表示,Intel对艾斯莫尔在HiNAEUV技术的远见和早期承诺,证明了对摩尔定律的不懈追求。 今年9月,台积电研究发展资深副总经理也对外表示,台积电将在2024年取得艾斯莫尔新一代HiNAEUV曝光机,为客户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与架构解决方案。 台积电业务开发资深副总经理则表示,2024年取得设备后,初期主要用于与合作伙伴共同研究,尚不会量产。 具体的量产将会是在2025年。 艾斯莫尔近年收到了多个量产版HiNAEUV曝光系统EXE5200机台订单。 目前,艾斯莫尔收到了来自三个罗机厂商和两个记忆体厂商的HiNAEUV订单。 显然,这三个罗机晶圆厂应该是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两个记忆体晶圆厂应该是三星和SK海力士。 虽然,三星和SK海力士尚未公开证实这一点,但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已经向艾斯莫尔下了订单。 在今年的三季报会议上,艾斯莫尔还宣布,其第三季度的预定量达到创纪录的约89亿欧元,其中38亿欧元是EUV系统,包括了HiNAEUV系统。 而且,该系统每台设备的价格将在3亿至3.5亿欧元之间。 显然,这个价格非常的高昂,达到了目前在售的EUV曝光机的两倍。 艾斯莫尔执行长也首次正面回应称,尽管新机台很贵,但对于正在先进制程领域,激烈竞争的顶级晶圆厂来说,他们别无选择。 去年11月,艾斯莫尔与韩国华城市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宣布投资2400亿韩元折合2.12亿美元。 于2024年前,在当地打造一座16000平方公尺的维修中心和工程师培训中心,可容纳多达1500名员工。 艾斯莫尔在韩国的这个维修中心和工程师培训中心专案,在11月中旬举行了开工仪式。 为此,艾斯莫尔执行长也亲自来到韩国,与韩国政府官员及半导体行业人士共同参与开工仪式。 其认为,在晶片制造技术复杂性上升之际,与韩国当地客户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设立一个培训中心也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让技术更贴近客户。 艾斯莫尔正在持续增加在韩国的研发投资,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内在韩国再雇佣1400名员工。 同时,艾斯莫尔有望在未来几年,在韩国建设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 艾斯莫尔执行长表示,建立韩国供应基地是艾斯莫尔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会。 在结束了韩国的行程,台湾媒体报道,11月下旬,艾斯莫尔副总裁戴队访台与台湾总统进行了会晤,并宣布将于2023年7月启动在台湾新北市的投资案。 这也将是艾斯莫尔有史以来在台湾最大的投资金额。 艾斯莫尔这次投资台湾的专案,规划在新北市领口供应产业园区内新建厂区,扩大产能,一期投资将达到300亿新台币,另外约有2000名员工进驻。 对此,新北市经济发展局长对该消息予以证实。 其表示,艾斯莫尔起初要在桃园市华亚科技园区的研发中心旁土地扩厂,但新北市政府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投资招商项目, 于是与今年5月同艾斯莫尔进行了接触,积极游说与强势推销落脚领口,而6至7公顷的土地规模也超过原来在华亚土地的8倍大。 艾斯莫尔一期300亿新台币投资,包括研发与厂房、设备等,届时也会成为新北市很重要的亮眼门面与地标, 并期待可以带动欧洲合作厂商也来领口供易发展。 根据艾斯莫尔在台湾官网介绍,台湾是艾斯莫尔在亚洲最大的据点。 该公司深耕台湾多年,设有四个客户支援办公室, DUV深紫外光与EUV及紫外光训练中心,以及两个生产制造基地。 艾斯莫尔副总裁表示,他感谢台湾持续提供半导体产业 许多支援。 台湾现在是世界半导体产业中领头羊的地位, 并且是全球先进制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领先角色, 也是全球采用EUV规模最大的地区。 艾斯莫尔目前在台湾总共有五个厂职, 员工超过4500人,也持续扩展团队, 包括物流及供应链方面。 此外,艾斯莫尔在台湾除了工业部门外, 并持续拓展研发等领域的部门。 艾斯莫尔副总裁强调, 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在积极发展当中, 台湾半导体产业对世界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艾斯莫尔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 并支援台湾的客户群集全球半导体产业。 他也再次感谢台湾的大力支援, 相信通过这些支援, 可以一起贡献半导体产业光明的未来。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